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快就讲一讲 有个人拿着1500万港元 想去找换店帮他换美金 不知为何是一种特别交易 有三个职员和一个中介 带着1500万港元 去酒店约了一人 换美金 那条人最后没有出现 之后有些南亚人走来 抢他们的钱 警方也做不到什么 不知了 总之就是奇奇怪怪 为什么会这样 总之就是说 大家有现金 当然很小心 从来你都不可以信任何一个人 包括银行职员 你和银行职员说 我几时几时去银行分行 你这么大额的话 你肯定不要这么傻 香港周不时发生的 这些东西 抢钱的东西 所以就是大家小心 另外就是说回这个 董文贼那件 不是 郭文贵那件事 郭文贵他 怎么也好 他开这么大的国际记者招待会 爆中共内幕 爆海航内幕 爆黄旗山内幕 爆黄健的死因 我觉得是无聊 但是始终都是重要的新闻 为什么香港传媒又不想到 是不是 我又是真的 差不多找不到 是不是 只有一两个零星的 很简单 就是类似我们这些频道 讲一下 但是其实国际海外华人 很多都关心的 我看到其他那些 讲国语的视频 是不是 都很多人看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很简单 因为海航在香港之前 有多少足跡 就是有多少插旗 多少上市公司 是有海航股东在里面 那你自己去了解一下的话 你就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统战 已经是 不过这一刻 只不过是中共之间 你可以说内控 那当然如果你有听过再教育电线 你就知道这个世界 真正的power structure 就远超你想像 根本就不是这样 不是你们所知的 那有时间去看看 但是总之就是 现在王岐山一党 就是失势了 总之被清算了 那就是 又是 他们这一班狼 狼之上 还有更强的生物存在 是不是 那我就是说 我希望 所有朋友 就是我再重复一下 就是了 如果你想成为Victorian 你就是 其实最主要就是 听着我这个频道 然后从中去吸收 而我也都有一个区域给你的了 你可以看完再教育电视 再看《巨虎之王道》 一直看下去 那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啟發你思考 是你要自己思考 你要吸收 然后从我的例子中学习 看我怎样交易传媒 是不是 我怎样和他们周旋 各样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好过你读书 是吧 全部都是实战的 给你看的 不是说一堆理论 理论是没用的 因为我不可以教你理论 就是因为理论 反而会绑死了你 就是说 这个情况你就要这样做 没有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随机应变 全部都是因为 随着你 当是战场 是不是 信息万变 你没有可能的 你越是多理论 越是绑死你 所以一定是 学习以例子 即是好像学徒模式 你跟着那些人去 现场看他 每一个状态 他怎样去办 怎样去做 所以这个 你这样看我 是好过你 读什么书 一千倍 那也是 当有一天 你的 spiritual awaken 得到 enlightenment 所有精英组织 记住 最后都是要得到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即是 awakening 而得到的话 那你其实就 就是 已经是 一个 victorian 一个 victorian 就是一个 东方的精英 那 而 而 最后我就是说 我播一播 之前 有个人不停翻译 郭文贵 翻译做粤主 他说的话 部分也是我的心声 我是看不过眼 香港同胞被新闻封锁 才走出来做网络记者 报道郭文贵的说法和消息 正如外国记者俱乐部 被那些被灭声的港独人士 有机会发言 我都是维护言论自由的举动 和认同不认同 推崇不崇崇发言者的言论 完全无关 我作为记者 就有专业责任去报道 最后是我的道歉声明 我其实已经买齐了机票 即将出外旅游休息 同时是离开了我的配音器材 我想说的 都来不及说完 所以只能够赶紧出了这个视频 简单报道过消息之后 就上传给YouTube 给大家看 而最后 就呼吁这个 杜汶泽先生 如果希望有他 可以听到 有机会 或者他朋友听到 因为我现在 很多对家都听着我说话 我知道杜汶泽先生 小时候 他很喜欢自己弄一张报纸 给朋友看 他这样说的 也就是他很有志愿 做一个新闻工作者 报道世界大事 这一次是很好的机会 这1.7万亿美金外债 香港外债 没有人敢报道 基本上没有人 是要我这样挖爛面 挖爛到爆 才有人肯说一下 也没有人肯说真相出来 所以 这一刻是你很好的机会 你会成为香港的人民英雄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你敢说 你就会成为香港人民英雄 亦都还了你小时候的心愿 做一次大事 真正的大事回顾 一够真正的大事回顾 我希望你会选择这条路 当然了 选择权在你手上 那你就希望 希望杜先生会考虑一下 这一切都很不同的 这一切都很不同的 这个是很不同的 这一切都很不同的 你会看见到我们的 我们的审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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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ciento 只 россий公 surveillance 你会在我的审栏 你们的审栏 该rency的大事回头 做受到一些当这一切丏 的审栏